第一个如果你忘了设定以用项目的话 那你按确定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卡在这里 表示说呢他不认识什么呢 ADODB Connection这东西啦 因为他你还没把它挂上来 所以他不认得 有点像 就是你还没介绍给大家认识 我还没介绍我就直接进来就上课 你会觉得这个很怪怪的 他就会产生 所以你要怎么样 至少你要把它引用进来 所以如果你卡在那一行 这一行呢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去设定用项目 那你把它停止掉 设定用项目 这个是常犯的错误 再往下找 就是Microsoft开头的 ADO 这个 打勾就好了 那我也有把图放在云端上 我把它照相放上去 所以就怕 各位有发生错误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这个叫B3 所以我看到同学 复制一个新的忘了把这个名称改了 第三个点他两下 那其实程式里面 基本上就是 去抓到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然后呢我就新增一笔 呼架应该没问题 所以 直接执行 然后 按新增的话 就会怎么样 就会去新增 然后也会跳出以新增资料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去看 应该就会看到那一笔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因为 课程时间有限了 没办法 再 如果 各位有问题的话 回去 请看影片 OK 这样会比较 节省 时间 不然的话一直卡在这地方 第2个 我要怎么 全部新增 那全部新增怎么新增呢 这边主要就是 你再拉一个 按钮 然后名称叫 B4就好了 OK 反正这个一样 这个叫B4 当我按下这个B4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 我希望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 都帮我 搬到什么 搬到SS资料库里面 OK 所以你单笔OK的话 那多笔怎么做 其实观念上是一样的 哪边是一样的呢 就是 我刚刚是新增一笔 那我是抓哪一笔 抓最下面这一笔 好 那实际上如果你多笔的话很简单啊 你就是 去抓他的范围 第几列 到第几列 那你跑个回圈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写呢 For i 等于3 到 8 那这个8的数字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 就是去抓什么 从B3 去往下 侦测 有没有 侦测他最下面那一列嘛 然后 就抓到8 所以会是 3到8列 回圈应该会写 这个前面已经做很多次 对不对 第2个的话 你就把什么呢 把call 新增 ADO资料 那一串 放在回圈里面不就好了 那 可是问题啊 你要先去抓到 A B C D 5个资料 然后呢 再 丢给 那一个 新增 ADO资料的 那个方法 那他就会 一笔 他会先抓什么 刷3 然后新增 再往下 抓4 新增 抓5 新增 有没有 一直到最后一笔 为止 哦 那程式怎么写 因为这个 应该 比 比